漫漫海鮮的火鍋 有蝦子 有紅蟳 現在業者跟加碼 直接再多一隻 一張一千塊麵耳的優惠券 我們原本這一套紅蟳火鍋之外 我們再加碼送一隻 另外還有手工政治文創商品 或是復古的軍中小物 業者也推租一至兩成的加碼 為的就是要鼓勵大家 接下來可以多多使用五倍券來消費 這是韓國看劇 它不會畫美的 加碼的我只要你買了 所以我就會再送一個 滿一千的話就再加碼 再送這樣價值大概等於 同一百億的部分 為了搶五倍券商機 高雄鳳山已經有二十幾家業者 先串聯幫活動暖身 包括文創 美食以及民宿業者 讓民眾使用時不再有選擇障礙 但對於夜市攤商來說 似乎有不同看法 五倍券 三倍券 這都在大賣場裡 我希望我們市場好 可以買夜市券 商圈 這是對我們市場最好的決定 以六合夜市來看 三級警戒期間 業績掉到剩一兩成 如今為解封 人潮也只回流到三成多 因此預估發行夜市券或是高雄券 渴望讓八成遊客回流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 也承諾高雄眷 將草小滅了的方式規劃 讓小攤商以及餐飲業者 能直接受惠 要工作 要生存 要生存 有人急著正心 但有人卻苦等三個月 仍無法營業 台南市的五廳業者 乾脆成立權益促進會 要向政府喊話 不管哪種方法為求生存 各行各業積極發聲 就是不想在五倍券 這波商機中隨意缺席 TVBS新聞高雄台南綜合報導